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本来处理还很严重 所以这种事需要我们的 这种花美 这种花美 你要把我拍的剧胖 羊角 因为有些我们别人 不知道是在街道吗 就是他们结婚以后分配的房子 所以后边的房子把他画出来长成这样 特点就是他的难点 一个电视剧想讲述70年 是个非常困难的事情 非常复杂 那么在选择演员上 肯定这方面我们要考虑得多一些 希望大家多照顾我一下 热烈欢迎 人物太多 出场是24、25岁吧 演到95岁 然后演员的选择上 35、6岁 37、8岁 这个年龄段是特别容易画小和画老的 这批比较优秀的演员 他们在一起碰撞着这个东西 里边的琴 是真实 能秀出那时候那个年代的 那种质朴的 特别真诚的东西 作为导演来说 我也觉得非常的愉快 因为你看他们表演的时候 你就很有代入感 一共三四十集的戏 你写七十年 每一年都写 那不可能 我们中间是有跨度的 我们分成了三个大的阶段 第一开始就是艰苦奋斗的一个阶段 那就是从解放以后 我们一穷二白等什么都没有 包括航空技术 也属于说是非常落后非常落后的 当时的我们的航空人就是自力更生 监控奋斗 我只有一个要求 如果我们改装的飞机能够顺利法庞 希望司令能撤销所有人的处分 第二个阶段是我们改开放以后 这时候有一个奋起之追 第三个阶段 那就是赶超世界最先进的水平 这些东西都是靠我们航空人 自己一步一步的又把它给追上来 航空工业 它号称是制造工业上的一颗明珠 大国不能没有这些东西 通过这片子 也让大家知道 中国的航空是多么的不容易 我们现在的这个和平 又是来的多么不容易 从街到想把它做好 一直是脑子里有的每个信念 我们的故事在情感这方面 是非常龙非常龙的 可以说应该是个情感大片 我们不但是有波澜壮阔的事业 同时有打动人心的细腻的情感 这也是我们当时主创一块商量想追求的 然后这时候你先不要说 你马上回头看它 然后直接问太人了 虽然是厚重的 虽然是主旋律题材的 但是很多点都能达到我 不管是这个机场首飞 还是生活上的情感的戏 顺戏的时候 我自己真的是哭得一塌糊涂 你控制住那个感觉 好啊 这前半你掉的都没事 最好是全程不掉 但是全程都有 主要原因是因为演员们演得好 他让你会有人生感悟 所以他会感动你 刚刚好快要掉来 特别好 中国发展到这么快 不光是外国人 而我们中国人 很多人也是自己才想明白 这四十年 我们已经发展到世界前列了 这是个活生生的例子 这是个活生生的现实 希望把这种感觉传递出去 希望所有观众能够通过这个信息 了解航空事业的不容易 国之重心 以命助之 这些人是用生命换来 我们在世界上拥有了话语权 他们是真正对国家 对这个世界有巨大贡献的人 是值得我们尊重的人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 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